正式鬆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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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康媽 我今年58歲了 我平常的時候呢 喜歡 健行啊 跑步啊 然後做瑜伽 可是很偶然在一年多以前 我开始有参加了一些重要训练的课程 我觉得参加重要训练过程之后 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听我的小孩说健身工厂的设备又好 然后环境也很舒适 所以我今天想特别来体验看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健身工厂长春厂的教练Joseph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发生就是 可能我们要起立坐下或是蹲下搬东西 可能错误的发力可能会导致你的腰受伤等等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动作来学习我们身体如何正确去发力 可是教练啊你说这个要蹲喔 可是像我们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年纪大了嘛 那可能就膝盖也不好会有什么退化性关节炎啊 那不是说要膝盖就不好又要一直蹲 这样子可以吗 当然是第一个呢我们会先去询问医生看 他的很不舒服的程度造什么样程度 但医生如果说可以觉得可以操作要操作的话 但是第一个我们今天会医生认同嘛 在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会列入这个箱子来做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强度的设定在 像有些人可能他蹲的角度太大或不舒服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箱子垫高 然后拉蹲的角度去缩小 然后是减低他的一个训练的强度在 可以从慢慢的渐进去慢慢地继续做个成长 自然而然他继续越来强壮的时候 这个问题也会慢慢去做 好一样好保持背张力在 OK好 八倍收一收呼吸就好了 OK好 然后你的重心保持上持下落 好 OK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都会遇到一些推重物的动作的行为产生 所以我们利用普遗体的这个训练去学习说 我在推重物的时候怎么到腿体保持张力在 然后我们核心的用力 避免下背的压力的产生 在做的时候呢 你的握去位置大概抓到我们的前臂上比90度左右 去握这个把手位置 下来的时候这个杠的位置大概会抓到我们的 胸粘线的位置 粘线位置 OK 所以往后脚往后退两呼 对 然后呢保持背绷紧屁股夹紧 整个身体保持整个中立的位置 OK 然后手弯下去 顺盛呼吸 差不多到90度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再推上来 对 推上的时候注意说屁股不要翘起来 OK 下来可以速度稍微慢一点点 对保持正常呼吸就可以 保持整个背都是中立的屁股夹紧 OK 在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胸部太发力了 这边 对对 这还不做很好啊 这个动作主要是以胸发力为主 所以胸发力的话 那你表示说你的训练动作是做满大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现在大家都很推熟灵人来运动啊 那熟灵运动有没有对身材有帮助啊 当然有帮助啊 因为我们在做这些经济训练的时候呢 会提高你的肌肉量嘛 你肌肉提高你的代谢预力提高 相对来说你代谢预力提高的话呢 困难也比较不容易去变胖 哦 对 我们做这个动作是单臂划船的动作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会有些众物在地上去把它拉起来 学习怎么利用背正确训去发力 避免你要去做个代常动作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我出国拉起你就拉得动哦 对啊 会比较有力没有错 哦 真的 那就可以多买一些东西哦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你的手的位置大概是肩膀正下方左右 跟地板是垂直的 然后脚也是大概是跪上去 保持你的背的张力在 风景的 然后呢膝盖都微弯的 手肘微弯的 OK 手臂夹的身体往后收起 手肘往上带动 夹停住 对 差不多跟地板平行都可以了 下来的时候呢 微微下去指头盘不要掉下去 对 然后呢保持正常呼吸 把捏你的背去发力 然后呢你可以去想象的是说 捏你的手肘去带动你的动作 就是对往后走起动作 捏你的背去发力去收 对 然后最好速度控制 很好哦 OK 好 我们再两下 对 下来就把背不要掉去 好 再一下 所以你不要做旋转动作 OK 好 下来的时候 一样 往后也放下去 那你刚刚操作下来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背的感受度比较明显 对啊 我感觉 如果是做机械式的 好像背也是会有发力啦 可是我觉得这边 我虽然拿的重量不重 可是感觉好像要那个更吃力一些耶 嗯 没有错 因为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不会单单只是用背去发力而已 我只能曲感 我必须保持张力带稳定性 因为这个重量如果说你的 譬如说你的核心没有用力的话 会被带走 会变成一个旋转动作 所以我的曲感必须保持张力带 去抗这个旋转动作 一样是用背去发力 所以相对于说 你的上班车必须要绷很紧 来维持这个动作 来做个训练 对 我的背就觉得好像一直要绷着 不然雅铃会掉下去 没有错 所以可以提到我们的感受度更明显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人在弯下压的时候呢 他不会学习他的宽脚链的动作 导致说腰容易去闪到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动作来学习 怎么利用我们的宽脚链 来做一个解冻器蹲下来的动作 我们保持我们的整个背脊椎是中立的位置 G-O-C 推地板往上拉起来 我们让手脚往前走一小步 那我们的手的位置 带是我的身体侧面的位置 保持我们背脚椎脊椎中立位置 OK 然后保持正常是顺顺的屁股后推 上身我先起 然后过期的时候尾弯 在发行力推拉起来 OK 保持正常的速度 正常的呼吸来做个操作 这个动作的话呢 你刚是觉得都是大水来发力的比较多吗 对啊 在操作的时候这个动作呢 主要我们还是会利用我们的屁股 来做个发力的动作 在操作的时候呢 你先把你的左手注意力 集中在我们后侧为主来做个发力 但我们大水来在用力的时候 越过越是动作张力带 所以说 它会有点唯有用力是正常的 没关系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能会买菜啊 买东西提一些重物载 所以说趋势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就是你的躯干稳定 这就是发力 避免一些可能腰伞到 动作的产生的一个受伤 所以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练习这个动作 是不是我们做公车的时候 就不会摔跤 你这样子说也是没有错 因为我们在做公车的时候 不是会晃来晃去吗 但你核心在做强化的时候呢 会增加你的虚强的稳定性 在做公车的时候 不要不会晃去 它是有帮助的 这个被它绷紧后 这还好啊 教练你要不要加点重量 我想挑战一下 OKOK 好那没问题 好那我们来加点重量 它不会滚走吧 不会 那时候你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一样是保持你的 整个后身内长力 再被绷紧的 然后搭配呼吸 推地板 保持被都绷紧的 直直的拉起来 再起来的时候呢 但你需要保持稳定性的 OK好正常的走路 呼吸就可以了 来吧 对那我们不用走太快 慢慢走 在走每步的时候 是确保你的身体 都是保持照应在合 其实是稳定性的 哎呀 这个好像在走玄美小姐 那在拿手记得 我们的手都是平的 不要让它就是歪一边 重心才不会偏掉 然后我们做的这个动作 是原地的分腿队的动作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单边会做个负重的动作 OK 这个动作可以增加我们 虚强的稳定性 跟我们的控制能力 那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会抓一下说 我们的大腿小腿 大概是呈现一个90度的动作 OK 然后这个重量贴起来的时候 保持背张力绷紧的 OK 然后我们重心就像做一个 原地上下的动作 然后保持正常呼吸 顺顺的操作就可以了 微微前行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直上直下 OK 后脚对上去对了直上这样 我们重心都要放在前面 正直脚身上 那核心要绷紧的 因为这个重量会把你做一个 側面带走 必须保持你核心的固定性 那教授 那这 这种分腿的蹲啊 跟我们一般平常在讲 这样子的深蹲 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吗 或者说有什么特别训练的功能吗 嗯 是这样讲 就是说很多人在做双脚 在做蹲的动作的时候 它可能它的处理不平均 或是使用的惯用变迟发力 可是在做蹲的动作的时候 可能会歪斜另外一边 那我们这种那边训练的话呢 因为它只有一边去处理 另外一边不能去借力 所以我对于我们的骨盆的稳定性 我们核心的发力 通知你来说的话 它训练效果会比较好 而且会减少我们下背的不舒服的产生 但是当病人的话 经常一边去受力 所以它受力的重量强度会比较高 相对的话对于我们身体肌肉刺激 也会比较大 对啊 才蹲几下就好累哦 今天的训练终于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训练下来感觉如何呢 我觉得虽然呢 每个动作好像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做的时候 还是要很费力耶 而且我觉得我做完那个喘气的动作啊 跟我去跑步喘气的动作 我觉得好像更严重 我都要传很大的力气 才能够把它做完 我觉得教练难道那个重量训练 会比慢跑的那个强度要强吗 怎么我感觉好像只有做一下下 可是感觉那个强度不输慢跑耶 不论重量训练或是慢跑的话 它都有一定的一个训练的成效在 可是对于重量训练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论做任何的动作 可能都需要用到发力的一个动作产生 但你正确实做一个机器训练的时候 你在做很多动作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去学习身体的控制能力 在做这个动作 避免一些受伤的产生 对我们帮助会有直接性 更大的一个帮助在 综合今天的以上总结 我们针对就是熟灵的一个训练者 我们可能要特别注意的是 像是第一个呢 如果是真的是没有这方面训练经验的话 建议说一定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教练 还蛮重要的 一个适合自己的教练呢 会去了解说你的身体状况是如何 然后会去评估适合你的方式 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规料训练 对啊而且我觉得有些动作 看起来好像很好做 但是真的是教练讲解完了之后呢 有才发觉也有很多要需要注意的地方耶 嗯没有错 我们说魔鬼残像细节也就是指这个道理 第二点就是说呢 我们在训练上的话 强度的设定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 他会不知道自己的强度在 别人说一开始可能做得太重 倒是可能一些动作错误强度超成压力产生 对所以说呢 我们在做强度的设定上面的话 我建议中还是要循庆建议的方式 了解说自己的大概能力大概多少 慢慢慢慢加上去 不要一次就做得太重的重量 所以重量训练不是说 一开始就要做很重 就是轻轻的做也可以 重点是动作要比较重要对吗 对没有错 动作标准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强度是还是希望有一定的强度 去刺激我们身体的肌肉训 只是在说 对于一个可能完全没有经验来说的话呢 一开始强度如果说做得太高的话 胖上去动作已经做不标准了 要加强度的话 反而造成所谓很多代常的产生 让人发硕力 第三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 我们要学习身体核心的控制能力 因为我们在做很多动作 虽然我们没有针对核心 一直在做核心的动作的训练 可是不论是像我们做深蹲啊 在做硬局啊等等 很多动作来说的话 我必须让我的区块维持一个张力在 必须核心一直是绷紧的 这样子的话呢 才会避免我们下辈的受伤跟产生 真的耶我刚才在做的时候 真的觉得好像从头到尾 虽然那动作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从头到尾我就觉得 我的身体要非常的用力的打直 或者是让它平衡 这样子才不会被那些器材啊 什么带着歪掉啊 或是带着跑 更会学习自己身体的发力方式的话呢 日常症状中也会减少很多痠痛的产生哦 以训练来说的话 当然是永远不嫌晚 越早开始当然是越好啊 预防肌少症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过了三十岁之后 每个人随便利增长 肌肉都会等比例的流失掉 所以说有强度的肌肉训练 对我们来说的话 才是避免肌少症 产生的一个最大好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动训之后呢 其实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说 第一个你会很随时注意一下 你的一些 比如说身体的一些动作啊 在爬高的时候啊 或者是提一些重的东西的时候 就会比较知道说 我要怎么用到一些力量 然后不是这样子使命的推啊 然后常常闪到腰啊 而且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会发觉你整个的身体 人呢就不会越来越倾斜 像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啊 就是你就会发觉 他年龄越大好像 那个背就会有点 不自觉地会驼背 那可是承担重量训练之后 你就会发觉 因为你要常常把背脊停止 所以很自然的 你就会不自觉地 把这种东西呢 放在生活的走路啊 或者是平常的上面 就不太容易驼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差异 因为如果说本身 可能就会有一些 可能一些身体不舒服的状况 产生的一些会员来说话 我建议说 还是要找一个比较 适合自己的教练 陪同带着你做训练会比较好 每一个专业教练 会使你的身体状况 去调整 适合你当天的一个 课表训练方式 然后会找到适合你的强度在 避免不会说 你在操作 自己在操作上面呢 可能因为没有注意到 而造成一些危险性的产生 大家如果有关于训练上的问题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订问我 那接下来我要讲到第一个上课哦 没问题